咱们再重来一次 现在是你人生的黄金期 你真愿意为了他 都不要了 老婆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 不说 不要放手 喂 儿子 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这次合作 对陆正安 持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当然你也可以完全不在乎 但至少 不要影响了别人 他必须单身 但是能提出这种要求的抗护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肯定没有用心 搞事情是吧 这得看你啊 马总 我假如心看上了 谁也别想得到 这个世上 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爱钱的 难怪你不懂 因为你除了钱 什么都没有 我可能就破产了 我也想像他那样 好好爱一次 直接对外说 你们俩是姐弟吧 本来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行为局势轻利点 其实也没什么 如果连你们都顾不上 那我再忙再累 还有什么意义